作为防控境外新冠肺炎输入病例的第一道关口 北京新国展作为入境人员集散点启用至今已有半月 新国展运行状态如何 各省市工作组提供了哪些人性化服务 3月25日 中医社记者再入新国展探访 下午4时许 在外省市人员登记大厅内 刚刚被分流到各省市的入境人员正在排队登记 与初期大人流相比 现在的登记大厅人流明显减少 此前 北京市发布通告 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 均需从12个指定的第一路径点路径 新国展旅客人数 由此从高峰期每日5000人 下降到现在的2000人左右 在陕西城转运点 陕西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常文辉 在登记服务旅客的空余时间 拿起消毒液 对相关区域喷洒消毒 旅客来了之后 我们是先 就是说是他坐下之后 量个体温 测量个体温 然后的话就是说是会问他一些 就是说基本的个人信息 最主要问的的话 就是他的规国的航班和行程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是要反闪的航班行程 等到所有的信息填完之后呢 如果当天走的话 就会送到机场 如果要是当天走不了的话 到北京指定的隔离点 然后去住宿 去介绍 3月10日开展转运工作以来 陕西转运点已经完成转运旅客800多人 常文辉说 经过半个月的磨合 场地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50多人的工作专班 对各项流程越来越熟悉 办事效率也大为提高 记得注意到 不少省份还给路径轮员提供了短信服务 有的准备了电话卡 有的附上信件 显明注意事项 在江西省转运点 工作人员则向记者展示了爱心包 两个N95口罩 一个蛋糕 一包酒精湿巾 一个个小物件 小食品 温暖着每一位旅客 当前呢 境外的这个预警也很严重 预警人员呢 购买啊 各种防护物资的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呢 就为他们提供口罩吧 这个用手套吧 主要是加强他们的防护安全意识 给他们提供食品 牛奶啊 面包啊 饼干啊 提供食品的 就是主要考虑到他们了 转机啊 飞行的都几十个小时 到了我们这份流点面 都是十分的惊恶 也很疲倦 在爱心包内 工作人员还准备了一张爱心卡 刚研平介绍 陆境人员 如需帮助 可随时不打日系电话 他们全天24小时服务 尽可能帮旅客排油解难 主要是考虑到 前段时间 这个我国呀 也的的确确是 这个疫情的高度的蔓延 这个 这个 是物资内也十分匮乏 境外这些 淤境人员呢 境外华侨的这些人员呢 都是前地以赴 赚款证物 共同违规走国 抗击疫情 现在他们 已经回国了 也是在需要我们服务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 尽心尽地前地以赴的 为他们 服好物 工作台上一本旅客留言本 引起记者的注意 回家真好 小姐姐很暖心 悬着的一颗心 在工作人员那句回家了之后 终于落了下来 这些话语 让人们感受到工作人员的细心 周到 据介绍 自3月10日正式启用 至3月24日24时 新国站集三点 共登记转运 42,405人 目前 各项工作进展 平稳有序 عل春工人员的旅客 那份 公营 显